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冰箱家家户户都有 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用电器 尤其是现在,炎炎夏日 食物都需要放到冰箱里面来保鲜 家里有冰箱的人都知道 冰箱里面的温空间里有七个数字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冰箱的七个数字该怎么调 其实搞错的人真不少 效果差还浪费电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在冰箱的冷藏室中 都会有一个温控旋钮 一般有0,1,2,3,4,5,6,7个档位 这些档位很少有人去调节它 或者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其实,这个温控是数字越大 温度越低的 0档代表压缩居不工作 温度最高 长时间0档位后温度会保持室温 6到7档温度最低 但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调节 这样子能够节省冰箱的用电量 比如夏天 室内的温度大概是30度左右 冰箱设定的温度大概就是在1到2度左右 因为冰箱外的温度比较高 我们要缩短冰箱外部跟内部的温差 如果冰箱内部跟外部的温差较大 那么冰箱就要一直工作 非常的耗费电量 到了冬天 室温大概都是10摄氏度以下 就要设定6到7档 压缩机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 节省用电 冰箱调节温度的原理就在于 冰箱内部和冰箱外部的温差要缩小 天气热的时候 把冰箱内部的温度调高 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 把冰箱内部的温度调低 如果是春秋季节不冷不热 就需要把冰箱内部的温度调到中档 也就是3到5档 缩短了冰箱内部与外部的温差 冰箱的压缩机 在工作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会保持稳定 不会频繁的启动 这样一来就非常的节能 能够加长冰箱的使用寿命 也会为我们家庭省电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长知识呢 快转发分享给更多不知道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